本期比赛来自于唐僧和镇元大仙 这两位组合玩起来是比较精彩 现在唐僧用EX模式对战镇元大仙的AD模式 在上一场比赛中镇元大仙是狠狠教育了唐僧 看这一波唐僧的复仇能不能成功 唐僧特别打的还是蛮溜的 好 两次冲拳接大广篮 经典揭发以后并没有再扔上去给一发倒一踢 他应该是在等待镇元在起身乱出招 但是高端局中这种起身乱出招的几率太小了 除非你把对手节奏打乱 让对手慌了起来 现在镇元大仙的镇元在啊 捞不到半点便宜 因为特瑞把距离控得死死的 可能是经过上一场比赛的教训啊 唐僧对 修炼了 大招也没有打到 哇 能量喷泉怼他的大招 真有个性啊 这个特瑞 现在来看第二个回合 镇元大仙的布莱恩呢 布莱恩先给他一撞 恐龙cd 都开 青角剪一下地头 然后再都开 再剪一个c头 那唐僧的血量也是保不住里啊 接着看唐僧的八神 其实唐僧最牛的还是他的ex猴子 唐僧玩猴子玩的贼流 第三个回合 唐僧的八神怎么样 看 用ex模式八神的还少之又少 而且还是boss发生的就更少了 被对手逮到一套死 而且机器又不好急 现在集满了一拐切 只能放三次比赛 葵花两点三次完了 呃 空中摇摆 下c逃比赛 唐僧的血量爆不住里啊 好 马上进入到下一场 唐僧最后一个猴子 看猴子他是怎么玩 猴子主要还是玩一个灵活性啊 利用前前cd 前前cd 对了 就是猴子的灵魂技能了 ex模式猴子的 防不胜防 可是猴子好像并没有用这一招 因为是三位啊 不允许他这样用 现在猴子版面跟发凤凰角 下青角追加再来一次凤凰角 赛元大仙这个血量还能扛住吗 还有一滴血 猴子会被跳c逆向 哎 还真跳c了 但是他没有打逆向 而是打了个正向 让对手误以为是个逆向了 下面来到第五个回合 最后一个利安娜 爆走利安娜 对战EX模式的猴子 其实利安娜还是占不到这么便宜的 我觉得 因为猴子这个速度太快 只要玩的够灵活 利安娜很难起手 哎 大V 猴子剩半管血啊 他利用前前cd 你看这就开始了 利安娜强反被搞了出来啊 接着爆气 准备把猴子一套带走 猴子倒是来了一个猴子套套 那没有了强反的利安娜 只能眼睁睁看着被打 我们反身会给了一个飞翔脚的逆向 哇 这个操作有点厉害啊 有点犀利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看 正元大仙继续用正元在手法 对抗唐僧的特瑞啊 特瑞在空档时间又击满了一管气 其实正元大仙开场 不应该拉得这么远啊 距离 这给了EX模式机器的时间 这就不太好 但是也没有办法 正元在这个进攻确实有点弱 他拳脚没那么强 而且起手又非常难 就这样蹦来蹦去 还是被特瑞给抓住了 特瑞随便一个下蹭脚就可以将他点到啊 能量喷拳 然后接一手大灌篮 收割了 只要把距离控好 不让正元大仙的正元在近身 他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打的 这个距离又非常好掌控啊 对唐僧来说 毕竟是EX模式 前前后后非常灵活 堵开 把波堵掉了 倒是给对手留了一个破绽 随时帝到一踢 大灌篮冲拳 大灌篮再来一次冲拳 三次大灌篮 好的 汤僧 发威了 今天 看来势必要报仇血恨 中断之后铁头弓 空龙腰板没有中 特瑞继续前前后 随时帝 对手帝带来一个空龙腰板旋转 还是没有用 特瑞看后期再给他一个滑铲 滑到了 冲拳 看万丹 滑铲 再接一个C头到月梯 没有血了 还有一滴血 一个滴波 这是猜到阵源大仙会向前闪生 向外闪生 第三个回合阵源大仙大仙的莉安娜 莉安娜直接暴气 还暴气出空中CD 特瑞相信前前冲刺 前前跳 地碎时帝也被踢了一脚 莉安娜进行一个招式 都被反穿 战术反穿 后面特瑞又中招了 莉安娜轻角两点 接大V等待特瑞闪生 特瑞还真上钩了 折到外战一段 轻角点C头C头 接大V 尖 尽快没有穿三 看下一局 唐僧的八神 其实这个EX模式八神 本来就特别难用 他放在第二个位置 不知道唐僧是怎么想的 真的就这么爱八神吗 而这么爱EX模式八神 莉安娜轻角点战C 战C点大V 唐僧残血 残血说他飞身一个白鹤者 莉安娜只能交出相反别武 他把手刀一段手刀两段 战C确认 唐僧这个血量有点危险了 唐僧奋力一搏 天堂之眼死人 然后再用八神女蝶伤害 唐僧的转折点来了 套当手 好 唐僧已经连拿两分了 来看镇源大新 下一个镇源再继续守发 这局的话唐僧 先来个底波虚晃一试 反正镇源大新 这个镇源斋好像被废了武功一样 被唐僧给折磨得很难受 现在镇源大新 虽然跳了两次 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特别又在空到时间 马上集满了一管 集满了 镇源大新的镇源斋 是干着急 你没有用 滑铲 哇 滑铲快速确认 高给喷泉 两次高给喷泉 再接一次能量喷泉 哎哒 伤害拉满 三次必杀 地波跟上扔一下 到一梯之后 镇源大新 一点点血了 还向前疯跑 好像并没有什么用 哎 来一拳的话伤害也不需要太够 看特别准备跟一手大灌篮了吗 地波 站地没有用 哎 又来一个酒壶 特别再次机器 机器以后后跳 寻找机会 前跳 镇源斋开始了 地波醉酒炮被踢连环 大招接入 特别跟上一个下轻角 镇源斋就被拿下了 好的 前面来到第二个回合 镇源大先的布莱恩 布莱恩空中一踢 特别跟出了一个冲拳 轻角两点滑铲 接入能量冲着到一踢 碎石踢到一踢 开始吧 小宇宙暴走吧 大关来冲拳 大关来冲拳 大关来蓝 怼一下 后面跟地波 跟地头 快速一个反身为穿人 没有穿 想先前穿的 可是犹豫了一下 又推回来了 最后还是把布莱恩给带走了 没看 镇源大先最后一个连呢 镇源大先选择三个角色 真是绝了 我跟你说 真是绝了 感觉就是前后98C里面最难起手的三个角色被他都选出来了 但是一旦起手差就非常高 这几局大家可以感觉到他们起手的困难度了 就是抓不住唐僧的一个破绽 唐僧把距离就控得很死 让你没办法做出反击 这个EX模式是可以和灯神抗衡的 对没有问题 现在特尔卫进行一个穿三操作 来看下一局 比分已经是来到了3比0了 这局打完如果是镇源大先还不赢 那就很难受啊 特尔卫又是这么疯狂的操作 冲拳冲拳大灌篮 第一波跟上 现在镇源在一个跳 特尔卫向前冲刺下盘滑场 接上高轨喷泉给我炸 下中角大灌篮 掉血真的很可观呢 这个特尔卫 而且来了个满血 后面看下一个回合 镇源大先的贝莱恩 出马 特尔卫前前过去直接掏下盘 抓了对手一个闪身 这就是EX模式的一个优势了 被唐僧玩的明明白白啊 硬抓 这是布莱恩的一个优势吧 就是应对 抓是比较硬 可是特尔卫可以以柔克钢 大灌篮 轻脚 反身为一个反船 最后一滴血踢上一脚 带走 接着来看第三个回合 增援大仙的莉安娜 好 莉安娜先来空中一跳 特尔卫把她亲手封住 莉安娜接着爆气 爆气是寻找机会 狠狠干她一下子 跳C地 战C 特尔卫先冲刺一把 莉安娜手刀扮那堂空 可以 来了 机会要来了 低头 大V 漂亮 这是超下血的一招 现在来到唐僧下一个人 增援大仙又很危险了 虽然剩一个莉安娜 但是翻盘的几率很低很低 很难过猴子这一关是主要 八神这边 我感觉莉安娜可以交代一下 可以解决一下 生龙对空爪脑 满气了八神 但是距离太远 中爪葵花 天堂之言先放一炮 预防抢反 打出抢反 打出抢反以后 再次跳C地 可以接上天堂之言 那刚才没接住 这个八神 这次跳C 莉安娜节奏已乱 貌似已慌 套当手 压起身 跳C地 压住他 八神占据一个优势 目前 因为打出了阵源大仙的抢反 阵源大仙还想 哦 他想多了 刚C地可以刚死现在 没啦 这就是被打乱节奏的后果 打了节奏以后 整个心态就已经慌了 好 B分4比0 增源大仙 目前还想再挑战一把 不想被剃头 现在看增源大仙的 增源斩 继续守发 还是没有用啊 还是破解不了这一招 感觉全晃啊 就是很多招 很多套路 在用 增源斩 稳住一手 中了个底包 不要慌 特殊向前冲 增源斩也向前冲 钢CD碎石踢 可以 小跳一下 机会来个底部 那增源斩就一个反驳 特殊还双方相杀 就这样碰到一起了 划铲 增源大仙 没踢到 二位要开始秀了 那那刷到一踢 碎石踢到一踢 大灌篮看完蛋 划铲接入一个人 那叫洛根 地波地波 再接 看来这一局啊 增源大仙还是不行啊 这个增源斩 完全是被废了武功 划铲接碎石踢 这就咔呦 太惨了 后面看增源大仙下一个人啊 第二个回合 看他的布莱恩 布莱恩 铁头弓 后撤 空楼摇摆 二位想击满一管气 增源斩 这个布莱恩呢 先爆气了 也是准备一套死了 做好准备了 可是不在角落里 这样接是接不住的 这个大招等于是废了 看见增源大仙有多着急 铁头弓 接一个三连撞 下金角 扔个地头 然后都可以 起飞了 现在进入到唐僧下一个角色 唐僧的八神 这里 现在八神开上机器 布莱恩空中摇摆 CD复合 压住起身给一个人 扔完之后大招接入 漂亮 三连撞 就是想尽快结束战斗 再来个三连撞 不来了 还是选择轻角跑跑 这样的话省一颗气 那唐僧最后一个精髓角色出现 猴子 看猴子怎么打这局 猴子先来一个前前 先把 优势发挥出来 再前前 拉后 血术的前前前前前前前 CD前前CD 强制播放 接大雪峰 好霸气的一招啊 没挠到 可惜 还可惜了 完全是可以在接着连的 因为猴子还有气 可惜没挠到 这个小猴子 大招 猴子原地闪生闪过 开启一个空中四连顶 挠一个雪峰 还有一滴血 震源斩 把这个布莱恩呢 开始了一套人 猴子也是交出了强法 现在生一点血的布莱恩 如果再凹到一个大雪峰 凹不到了 那接着看他最后一个利安娜吧 看利安娜怎么打 第五个黑盒 我们来看利安娜的 猴子又是这招强前CD 利安娜 走到班长腾空 这局 正缘大线能不能找回面子 不被剃头呢 猴子裸出大雪峰 这时 哎呀 利安娜直接往上撞 这非要是5比0吗 这一局 大B 幸好啊 没被剃头 4比1结束战斗 2比1 4比4 2 2